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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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們這個今天是我們第二次的上課 那各位應該是不是大部分的學生都有課本啊 怎麼樣 還沒有課本還是什麼 都有了 像當天早上說啊 其實不能送好 所以可能要早上走過下午 哦 OK 好 那 我說過在頭一個月 是假如說你是在指考都及格的話 那頭一個月的是大概都是 高中化學裡頭的都應該有的知識 所以是用化學學英文 就是把這個課本的內容好好這個念一次 上個禮拜我們這個所謂導言 導言了這個兩小時 介紹所謂 用一個很簡單的敘述 很簡單的概念 化學是什麼 化學學什麼 然後化學說是物質科學 是研究物質的這個組成結構性質跟它的應用 OK 只要是物質 然後我們就研究它的組成 研究它的結構 研究它的性質 以及它的應用 這個是我們化學用一句話來定義的話 那你就從這裡可以衍生出所謂的二級學科 二級學科就是像森林系或者是不是心理系選修 二年級的時候學有機化學 當然有機物是一個物質 有機物是一個物質 所以從這個定義就可以同樣是 有機化學學什麼 學有機物的組成結構性質應用 OK 所以所有的物質又分兩大類 我們從化學的眼光來看 有有機化學 有無機化學 OK 所以我們又可以同樣地定義 無機化學是學什麼 就學這些無機物 所有物質的定義 當然你也可以續續衍生的三級學科 或者高分子化學 高分子化學 當然學的是高分子或者聚合物的同樣的定義 藥物化學也是這樣子 生物化學也是這樣子 研究生物體內的物質 生物體內的物質的組成結構性質跟它的應用 另外化學的四領域有物理化學 那物理當然不是一個物質了 所以你就不能這樣套了 OK 我們不能說研究物理的成分結構組成 OK 物理那當然你要有物理的基本概念 在我的觀念 在我的觀念裡頭 物理是研究物質之間的作用力 以及它的能量的變化 OK 所以物理跟化學有一個共同的 或者交叉的地方 那個交叉的地方叫做物理化學 或者物理的人叫做化學物理 OK 那這個是物理 我們說過微積分 最簡單 那就是微分 就是研究曲線曲面的一些切線切面 那個就是你這個事情發生的時候 未來的走向 假如它不隨時間變化的話 就是以那個變化率接著衍生的 OK 那這個在所有的分析 甚至社會科學 經濟學 都是很重要的 所謂一個事件 你假如說用這樣的情況 繼續衍生的話 會變到什麼程度 OK 當然很多事情 那個切線切面的斜率 也都是隨時間變化的 所以我們就是研究 這個是微分 這是微分 那積分 是研究這些變化率的 以後所過去所發生的事情 到現在你討論的這個 下所謂的面積或者體積 這個是一個 就是一個數學 就是一個工具 非常重要的工具 我們在研究自然科學 尤其是自然科學 或者社會科學裡頭 所謂微積分 OK 我說過這三個東西 化學 物理 微積分 是自然科學 運用科學 工程科學 生命科學 的基礎 可以這麼說 你這三個學好的話 你的大學的這個 這個學習 會很愉快 再加上英文 英文是吸收 這個除了課堂上以外 你回家吸收知識 這個的能力 因為都是英文的原版書 所以 所以在上個禮拜 我們介紹了這些概念 介紹了這些所謂科學 跟這個化學 這些大的概念 在課本上的一些所謂的有效素質 當然還有一個物質的分類 我們說剛才我定義的化學裡頭 是有物質 那物質又是什麼 當職業上大家知道物質是什麼 但是你要定義的話 還是那個 那個從小學或者國中就有定義 就是具有質量佔有空間 佔有空間 具有質量 但是實際上來講 尤其對剛開始的時候 所謂佔有空間 具有質量這個定義 尤其對氣體 有時候沒有那麼直覺 沒有那麼直覺 任何固體 液體 我都可以有 它就是一個物質 它佔有空間 具有質量 但是氣體 你的感覺是不那麼直接的 氣體 但是當你知道有真空 你把它抽真空 一個氣球你把它抽真空 跟灌進去球 以後這個氣體 這個就是不一樣的 所以很多氣體當然也是物質 它具有質量 是固體一體的大概千分之一左右 然後當然也佔有空間 這個是所謂大家一直很習慣的物質三態 物質的三態 這個是 另外從化學的眼光 剛才講過 化學是研究物質的組成結構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我們知道 又有這個物質 這個物質是不是均勻的 是不是均勻的 那是不是均勻的 然後組成是不是一定 組成是不是一定 那均勻當然你就分成均勻不均勻的物質 均勻的物質當然表示 就是這個物質的任何一小部分 跟另外一個小部分組成相同 叫做均勻 組成不同 就是不均勻 那另外一個組成是不是一定 組成是一定的 我們叫做純物質 pure substance 純物質 純的 OK 它才組成才一定嘛 那純物質就是組成一定 當然一定是均勻的 的物質 純物質 那不是一定的話 我們就叫做混合物 混合物 那組成一定的純物質 又從化學家 原子分子的概念來衍生的話 就今天要講的 原子分子的概念來衍生的話 就是裡頭的構成或者結構 是一種原子的話 同一種原子 組成的純物質 我們叫做元素質 就是一個元素所構成的物質 那不同種原子所構成的物質 我們叫化合物 compound 這個是從200年前 道爾登的原子說定義出來的 當它提出原子說的時候 它就說同一種原子組成這個元素質 不同種原子組成化合物 OK 這是一些基本的概念或者定義 那剩下的這些 那剩下的這些 我第一節課講過的我就不再重複 就簡單 複習我們上一節課的這些概念 那今天是第二章 分子 離子 事實上 原子 在我們存在的物質裡頭很少見 很少見 因為 只有多性氣體 只有多性氣體 它是以原子狀態存在 因為它的原子狀態的時候 由於它的電子結構的 所謂的穩定性 它原子就單獨存在 就構成所謂多性氣體 多性氣體 那事實上其他的原子呢 都可以說用現在 用你們的眼光來看 是非常活性的 非常活性的 單獨一個氧原子 非常活性的 它是可以跟很多很多化合物作用 所以它不會以單獨原子存在 OK 那 所以大部分的 除了多性氣體以外 它存在在物質的時候 都不是原子狀態了 只有單原子氣體 多性氣體是以原子存在 那 自然界就是由原子組成的 這是 這是 然後 因為 它的電子結構的 不穩定 它需要趨向於 比較低的能量 比較低的能量 就會生成 分子或者離子 或者分子或者離子 那 就像等會兒會有很多球棍模型 水 是很穩定的 水 水就是說一個氧原子 兩個氫原子 構成水 氧跟氫之間 就有一個化學劍 那你說化學劍又是什麼呢 化學劍我們說過 物理研究 物質之間的作用 當然包括原子之間的作用 OK 但是它的運動法則呢 就是量子力學 OK 量子力學 也許你們聽過 或者也許你們很粗淺的了解 但是 實際上是 不容易 很清楚 有清楚概念的 到你們這個層次的話 還是不是有很清楚概念的 因為它很多 跟我們宏觀世界的 所謂古典力學 牛頓力學 大概大部分的同學 學過高中物理的 都應該 考過指考的 應該都很清楚 牛頓力學 因為它跟我們生活接觸的 看到的 很接近 雖然所謂牛頓力學的三大定律 第一定律是 動著橫動 近著橫近 這個跟我們直覺的不一樣啊 對不對 動著它就會停掉了 不會橫動 為什麼 因為有摩擦力嘛 你要極端化的時候 你沒有摩擦力的話 你就會動著橫動 近著橫近 就像這些 心體的運動 Anyway 回頭 我們說古典力學 什麼重力加速度啦 什麼這些 大概 生活上會碰到等等 但是量子力學 一般來講 有時候說 簡單來講 就是看不到摸不到 你看不到墊子 看不到原子 因為太小了 所以那裡的運動法則 不一樣 但是化學界可以說是那個 運動法則 原子跟原子之間的作用力 裡頭產生出來的 OK 中舊來講 從能量來講 就是一個 要生成一個 要把兩個原子 綁在一起 它就會 會比較穩定 也當然不是 直覺的時候 綁在一起 它有它的 電子結構的條件 OK 但是那個化學界呢 事實上是一個 微觀世界的彈簧 所以不太一樣 但是我們實際上 習慣常常用 球棍模型來表示 這就是所謂的分子 然後你分子裡頭 有時候會 丟掉電子 拿到電子 就帶電核了 帶電的分子呢 或者帶電的原子呢 就叫做離子 OK 這個是所謂的中文 好 我們來看看 今天的大綱 反正我會保持進度 今天一定把第二章講完 OK 那沒時間了 剩下十分鐘 我把投影片拉完 就上完了 回去你們自己看 OK 這個進度一定是保持的 所以你們自己要回去 我廢話多了 你們回去自己看得多就是了 OK 我一定是 今天一定會把 第二章的投影片 拉完 就表示我殺完了 好 我們先大綱一下 當然這個原子說 原子理論 我們會從 我這裡 2.1 我要講故事 我就可以講兩小時了 OK 要講故事 從這個盤古開天立地 開始就可以開始 所以這個當然是 但是我們還是把它會講完 原子說 然後第二個是 原子的結構 這裡講的原子的結構就是 所謂的指道 所謂的原子核模型 OK 原子核模型 原子到底是怎麼樣 就是有一個原子核 很小很小 10的負15次方米 然後外頭電子 OK 這個結構 然後我們以後 大概 第五章的時候 或者第七章的時候 才會講 第六章第七章才會講 原子的電子結構 到時候我們再講電子 我們現在的原子結構只是說 好 我有一個原子核 然後外頭有多少個電子 在運動 到此為止 那外頭的電子怎麼運動 有怎麼樣的能態 有怎麼樣的電子密度分佈 那我們是 第六章第七章吧 會講到的 也就是 量子力學的運動法則等等 而且是其中好的重點 OK 原子裡頭的電子結構 那是其中好的重點 那這裡講的原子結構 就是原子核的模型 從一百年前 這個因極射線 發現電子 然後那個拉塞福 用原子核 用阿化指點去撞擊這個很薄的金箔 然後講出這個原子核模型等等 然後定義所謂的 直子原子核 原子序等等 好 然後這個就是延伸出來的 所謂的 原子序 質量數 同位數 OK 這個就是所謂的 Atomic number 我們台灣翻成原子序 所謂原子序 那質量數 同樣是number 一個叫序一個數 這就是我們習慣的用法 Atomic number 就是原子序 那Must number就是質量數 OK 質量數 就是所謂的中子數加直子數 然後同位數 什麼叫做同位數 然後這個 2.4這個是周期表 周期表 有了電子數以後的周期表 然後這個是所謂的 這個組成原子的一些 這個是跟原子有關的 實際上 這些都是原子的理論 原子的結構 然後在這裡才真是進入 所謂物質世界 物質世界裡頭 除了 我說過 除了多性氣體 是以原子狀態存在的話 其他的都不是以原子狀態存在 它改變它的電子結構 去向於穩定 然後生成分子 或者離子 然後化學式 OK 化學式 化學式在你們高中學過 這個是分子式 實驗式 這個離子化合物的 這個化學式 然後2.7是這個 這個 也是考試的重點 命名 什麼化合物是什麼命名 OK 這個就是 你們說很簡單啊 立化那 這個水 什麼什麼 葡萄糖 但是問題就是要英文 英文 OK 英文 我給你一個 NA2 SO4 OK 然後你們說中文 那我知道 那叫硫酸鈉 那不對 我要的答案是 sodium sulfate OK sodium sulfate 這就是 這個 這個強調的是 命名 離子化合物的命名 分子化合物的命名 酸鹼的命名 這個水合物的命名等等 OK ac and base 就是酸鹼 然後還包括 那個是有機化合物 organic compound 就是所謂的 organic chemistry 就是有機化學 有機化學的 有機化學的 導論 有機化學的導論 單單這個 都可以用一學習來上 OK 就是有機化學的導論 說不定你們選修或修的時候 就有機化學的導論 這裡實際上只是說 延續這個命名 有機物怎麼命名 我們說甲碗 一碗 丙碗 英文沒有甲乙餅 對不對 英文的甲乙餅是什麼 之後你就學到的 一些字頭 一個碳的 叫什麼 然後從那個一個碳的 你再加字尾 就變成什麼 叫做甲碗 什麼叫做甲醇 什麼叫做甲醇 什麼叫做甲酸 都都都都 實際上也 這個這裡講的 只是命名而已 只是命名 OK 所以 這裡就是一些命名 你就要背一些東西 背元素名字 元素不是所有 大概比較常見的元素的名稱 大概這個奈希阿希都不需要背的 OK 奈希阿希都不需要背 第二第三 過度金屬的這些都不要 簡單來講是 原子序比較小的 或者自然界會比較常見的 原子序或者原子量 小於二十以下的 這當然都一定要背 那是元素名稱 然後從元素名稱 衍生的一些化物命名 所以簡單來講 大概今天的重點 前一節課會再到這邊 後一節課在這邊 中間就是非常快的 拉過去就是 好 原子理論 原子理論 當然是這個 兩百年前的 大爾登原子說 是開始有一個比較明確的 在之前都有化學史裡頭 說故事的地方 我說我們就不說了 OK 這個是大爾登的一個定義 就是說元素值 這裡的element是 你會說 哦 它的元素 那個符號 這不是元素 這就是這裡的這個element 就是我中文翻譯的元素值 純物質裡頭 我們的定義 純物質裡頭有一種原子組成的 叫做元素值 元素值是由原子組成的 不是廢話 這個就是 這個原子 這個大爾登原子說的假設 實際上它並不只是說 這個element 它的大爾登原子說是 所有物質都有原 有一個基本粒 很小的粒子 叫做原子 所構成的 然後再來有 同種原子 有同樣的大小 同樣的質量 當然這裡 那個時候是 對的 現在當然嚴格講起來是錯的 因為原子有同位素 他說這個 所有的原子 有同樣的大小 同樣的質量 同樣的性質 用現在的遠光來看是不對的 因為同一種原子 會有不同的質量 對吧 同位素嘛 但是在那個時候 是沒有這個 同位素的觀念 根本不知道原子是什麼 結果200年前 所以這個是 道頓原子說的 這個同種原子性質相同 不同種原子不同 也是廢話一句 然後 化合物呢 是由兩種以上的原子 所組成的 OK 這就是 這裡一個圖解 OK 氫原子 氧原子 或是XXY 實際上這個氫原子 氧原子是水分子 這個實際上的最簡單的定義 用這個概念 所謂解釋化學反應 就是包含著不同種原子的排列 化學見解改變 就是不同種 所謂化學反應 就是重新去排列組合這些原子的 物質的結構 這就是化學反應 所以這道原子說 就有一個原子 OK 你會說好像是 這個 這個 很對的東西 那為什麼化學提出原子說 當然它實際上是在 這個 這個 更早 這個 17 18世紀的時候 就有一些定律 這個實際上就是所謂 存物質的來源 就是說它你去研究很多物質 很多存物質的時候呢 它的組成都是一定的 OK 這個實際上這個 Law of Definite Proportion 就是 中文就是什麼 定比定律 翻譯中文的話就是定比定律 不管你從喜馬拉雅山拿來的 血水 或者臭水溝經過蒸流以後拿來的水 它的組成都一定 88.8的氧 11點多的氫 這個就是這個定比定律 就是說 任何所謂的存物質 它的組成都是一定的 這個 就是在1799年提出來了 那為什麼 所以 那怎麼解釋這個定比定律 就是 才會根據 才會提出 有基本例子 然後 這個原子 簡單的比例結合成化合物嘛 對不對 對吧 所以 所以 它倒真 並不是憑空想的 這是 累積前面 1800年 很多很多的實驗成果 當然裡頭有跟原子說 非常有關的 就是定比定律嘛 你要怎麼解釋定比定律 就只有原子說嘛 一定有一個 quanta 就是一個基本的例子 然後基本例子即比幾嘛 不然你怎麼解釋定比定律 假如沒有原子的話就 你就沒有辦法解釋這個定比定律 定比定律是觀察得到的結果 OK 但是我也要強調 定比定律 不一定是那麼對的 因為有一些化合物呢 有一些化合物 像要超導物質啊 氧就是 不一定是一個定比定律 它可以少幾個 多幾個 多多少東西 所以 實際上這個定律 任何科學定律都是一樣 或者理論都是一樣 當它提出來的時候 用現在眼光 我們已經說正確 事實上 當初是 經過很多的 那個爭論的 有一小類的物質 純物質 純物質 那實際上也就不能定義 它就 你可以另外一解釋 它不純 實際上是純物質 結構都一樣 只是裡頭的 有這些結晶缺陷 造成它的組成呢 有一個小範圍的變化 很多金屬的氫化物 通氫以後 它的氫的含量 就是跟它的氫氣的外壓有關係 壓力都反而就 組成就不一樣 這一類化合物叫做 Non-Stoichometric Compound Stoichometric 我已經翻譯過叫做劑量 正確的劑量 Non-Stoichometric 非劑量化合物 實際上是有一些東西 是 不是定組成的 它跟環境有關 像我剛才講過的 金屬氫化物 我氫氣外壓多少的時候 它在裡頭含量的氫不一樣的 OK 所以是有一些人不贊成的 但是絕大部分的存物質 是有定組成的 定組成的 好 另外一個是 正是達爾登提出來的 Law of Multiple Proportions 中文是 中文是 倍比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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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兩種原子 可以結合成多種化合物的時候 以一定量的甲原子 甲原素 所結合的與元素的量 成簡單整數比 OK 就像我說 碳跟氧 可以結合成多種化合物 一定量的甲原素 碳元素 所化合 那當初就是所化合的 與元素的量 成簡單整數比 OK 這也是 達爾登圓的原子說的根據 這個倍比定律 是達爾登提出來的 但是 事實上它犯了很 另外還有一個 Law of Simplicity 是不存在的 那當初它也提出來 Law of Simplicity 就是簡單法則 延續這個倍比定律 它提出一個簡單法則 當甲乙兩元素 和結合成多種化合物的時候 以1比1的最穩定 當然 你可以爭論 一氧化碳比較穩定 還是二氧化碳比較穩定 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 誰說的 大家說的 OK 事實上這個 哪一個穩定是跟溫度有關的 OK 熱力學裡頭 以後你們會學熱力學裡頭 常溫長壓下是 二氧化碳比較穩定 OK 但是在高溫的時候 是一氧化碳比較穩定 OK 它是有 有溫度有關的東西 另外當然有 這個還有 另外 那個 水或者氫跟氧 氫跟氧可以變成H2O是水 我們現在 過氧化氫是H2O2 是1比1 那 假如這個例子的時候 結果它就說以 這個 1比1的最穩定 所以過氧化氫 它在它像化碳裡頭 所以它不是的 它是把它定義成 水 所以 在道爾登原子梭裡頭 它就是H2O 不是H2O OK 這個就搞分頭的 這個就是 當初就是以化學 化合 那就是當量化合物 什麼 那時候根本沒有 進一步的儀器 只知道幾比幾 幾克的什麼東西 跟幾克的什麼東西 會生成幾克的什麼東西 所以在200年前就做很多很多這種實驗 幾克的什麼東西 跟幾克的什麼東西 會結合成幾克的什麼東西 所以它就化合當量 所以這個是這個 這個貝比定義 所以這個題外話 因為道爾登的這個簡單法則 讓道爾登的原子說 在60年後 大概1860年或者1870年 才被確定 因為炒不完 因為當初的原子量 就是以這些弄出來的 所以我說過要講 講歷史的話 講故事的話 太長了 OK 因為你們直覺好像說 噢 道爾登很神 200年前就想出原子說 而原子說大部分還是正確的 然後大家都相信它 沒的事 它提出來的時候 一大堆人不相信 一直炒了60年 然後才確定 然後什麼什麼 然後這確定的 所謂確定是 後來因為儀器設備 其他學們的進步 其他學們的進步 這個 讓這個 有更多的證據 更多的修正等等 OK 這個 我們就沒有那麼多時間去講 有興趣的隨便去看這個 這個科學史裡頭很多這些東西 好 我們進一步進到 好 我們假如說確定 真的有原子這回事 OK 那經過100年 實際上是這個 19世紀的末年的時候 才開始有進一步的發展 好 你說有原子 那原子的結構是什麼 原子結構是什麼 原子結構是什麼 那一樣是這個1897年 這個JJ Thompson 所謂的一級射線 我這些金屬板 然後金屬板就會產生電子 然後我加一個電壓 加一個電壓 那壓一個電壓以後 這個有一些粒子 實際上就是電子 會加速 加速以後 我經過一個磁場 它就會偏轉 這個 我們學過 你們學過這個 這個 物理裡頭的 電磁學 或者電的時候 你就知道帶電的粒子 在磁場裡頭會偏轉 偏轉 那 這個實驗是 這個 大概 1897年的時候 然後 這個 所謂 知道 原子 會產生電子 然後電子 你可以由這個 這個 磁場的偏轉 的東西 可以求出1比m值 1比m值 就是說 原子的一個成分 因為從原子裡頭 可以產生電子 這個電子 是有帶電量的 然後電量出於它的質量 可以由磁場的偏轉 可以得到 這個1比m值 是 這個 100多年前 這個 JJ Thompson 的實驗 所以他得到 1906年的諾貝爾獎 就是說好 我知道原子 我再去把它 敲啊 幹什麼呢 反正它還有更 更多的東西 第一個 敲出來的是電子 然後 這個1比m值 然後 一樣的 密利根實驗 密利根實驗 現在你們普通物理都在做 但是是100年前的 諾貝爾獎的實驗 就是說我們在這個 這個 電廠裡頭 電廠裡頭 這個當然跟所謂的 終端速度有關係 我當我把這個 油滴 把它噴成很小的油滴 油滴 然後從一個孔洞掉下來 我們說過 我們本來 重力加速度應該是越來越快 但是有一個摩擦力 這個液體或氣體之間也有摩擦力的 摩擦力 摩擦力所以會有一個終端速度 那個終端速度是跟 那個因為摩擦力 是跟速度有關 正比於速度有關而已 所以我重力加速 越加越快 越加越快 摩擦力越來越大 大到一個程度 摩擦力等於重力 它就等速運動了 我們就觀察那個等速運動 就可以得到摩擦力 然後反推回去我就可以得到 這個重力多少 重力多少就可以得到 然後 我在用這個 γ射線或者x射線 比較高能量的射線 射到這個油滴 這個輻射的東西 它就可以跟電子這些固質作用 油離化 它就可以產生 代電的油滴 代電的油滴 所以那時候我再重新觀察 中端速度等等等等 然後我就可以得到 這個 油滴的電量 結果發現 油滴的電量是一個 也有一個基本單元 1.6乘以10的-19次方 庫倫的電量 的整數倍 整數倍 所以它就可以從這個實驗裡頭 這個實驗你們應該 假如修普通物理實驗的話 就應該會做的 我們就不要講了 然後就可以得到質量 所以這個 這個 從 Thomson的實驗 就可以得到這個質量 好 同時就在20世紀的初期 19世紀的末期 有另外一個東西被發現 這是居里夫人 貢獻很大的 就是放射線 放射線 那這個 放射線的東西 那放射線的東西 很多物質都有 當然包括 倫勤的X光射線 還有這個 今年居里夫人是 拿化學諾貝爾獎100年 他1911年拿諾貝爾獎 化學獎 然後今年是100年 所以這個 國際科學總會 或者還有國際文教組織 同意今年就是 國際化學年 五年前是Einstein 這個叫做 國際物理年 今年是國際化學年 因為化學的形象 最近被這些 這個 這個 很多污染啊 化工廠啊 給 或者被社會 污名化了一些 所以我們要這個 洗清這個污名 所以要推展這個 化學的重要化學的 基本概念 在世界上推展 所以定義國際化學年 順便居里夫人 然後也強調 兩性平權 就是提高這個 因為居里夫人是女性的 所以是 今年也強調什麼 女性科學家啦 等等 然後化學年就強調 我們的口號就是 化學是我們的生活 也是我們的未來 然後這個就是 這個推展 其中這個放射線是 在那個時候 在 20世紀初年 被發現的 就是說有些 物質 實際上是放射線物質 會放出這些 透過 東西可以 讓底片感光 可以幹什麼的 那 根據殿堂裡頭的偏轉 偏轉 我們知道有中性的 我們叫做γ γ射線 偏轉 這個 在 往負極方面走的 有ρφ指點 rφ指點 往正極方面偏轉的 叫做β 實際上這個β射線 就跟 因極射線 是同一回事 能量不同而已 所以就有 所謂的ρφβγ 這些東西 而且這些 放射出很大的能量的 當然現在大家都知道 彈核變色了 這個放射線 當然都是 很高能量的 然後它會跟物質作用 把物質游離啊 把物質化學件打斷啊 等等等等 所以是大家都是 放射線是 有害身體的 大家都 現在都知道 盡量少接受 因為它可以讓DNA 產生改變 所以會有突變啊 會有什麼樣子啦 所以就你不要接受 太多的X光照射 雖然X光照射 可以看清楚很多病 因為它等於透視 透視的東西一樣 透視你的內臟 看你有沒有什麼 但是那個是有 有傷身體的 大量的話 大量的話 所以這些放射線 但是很好玩的是 講故事一樣很好玩的是 當初大家不曉得 放射線有害身體 OK 所以你覺得它很神奇 一直放出能量 一直放出能量 所以在1920年 有賣這個放射性的水啊 能量水啊 你喝進去啊 有產生能量啊 這個因為很神奇 它一直放出能量啊 那我喝進人體裡頭 我不是把它吸收 它一直放出能量嗎 在校 80年前你就喝這種放射性的水 而且很貴 OK 這個是科學的演變 80年前 喝放射性的水 來 產生能量 因為那時候觀念就是 你喝一句能量 到底來講應該可以產生能量嘛 OK 所以這個是放射性的故事 好 那拉塞佛呢 就用這個阿化子典去撞 當初這個JJ Thompson 的實驗 就是說原子和電子組成 然後電子會互相排斥 所以呢 就是所謂的西瓜模型或者布丁模型 就是說 Thomson 發現這個原子組成電子以後 那他就把電子放在原子裡頭 這就是所謂的Thomson 其他模型 當然是錯的 那拉塞佛呢 拉塞佛就是去用阿化子典去撞金箔 撞了金箔以後呢 就可以得到實驗室 照理來講就變成 它的實驗當然是跟古典的音樂碰撞有關係 就是說大部分的 絕大部分的阿化子典 直線穿過去 動動 然後只有非常小部分的這個子典 會有大角度的偏轉 OK 大角度的偏轉 那根據這些 所以他就認為是 他就提出這個原子的 原子和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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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這個都是 講故事一樣 就沒有 掉了 所以 然後 這個我就不再繼續 這個講這個故事 總舊就是說 現在大家接受的原子的模型 就是一系列的 諾貝爾獎的實驗出來的 就有一個原子和 非常的小 大概10的-15次方米左右 OK 或者到10的-14次方米左右 其中就有 具有絕大部分的原子的質量 那個就是直子中子 直子中子 然後直子中子 在正電和的 就叫做原子和 具有絕大部分的原子的質量 然後外頭就有電子 繞著它 外頭電子 繞著它的 運動的 法則 我們就是 第六章 第七章來學的 當然你們也有學過簡單的 什麼1S軌域 2P軌域 3S軌域 等等等等 那個我們還要再進一步 再學 OK 終究就是有原子和的模型 然後就有所謂的 這個 這個 還有 後來也找是中子 中子也找到了 然後等等 所以就有這個 用這個模型來表示這個質量 那這個質量就是說 實際上它的組成就是電子 佔有原子的絕大部分的空間 電子佔有原子絕大部分的空間 那中子跟子子呢 就縮在原子盒裡頭 那它的帶的電量是多少 質量是多少 這兩個筆字大概兩千分之一吧 電子是中子直子 怎樣的兩千分之一 好 這就是大家目前接受的原子的東西 假如是考過物理跟化學指考的 我這只是在講故事 廢話到這裡為止 然後這個是表達這個 這個一個原子的時候 那什麼叫做 因為你的原子序就是電子數 原子序就是電子數 那我們說這個電子才是決定物質的化學性質 或者因為電子重要 所以你有同樣的這個中子的話 你有同樣的質子數的話 就有同樣的電子 所以在周期表裡頭 或者在同樣的性質裡頭 我們知道這個原子序是決定這個化學性質的重要部分 那這個是質量數 因為你多一個中子 多兩個中子 那只是原子變重了 但是化學性質還是一樣 所以這就是我們叫做同位數 同位數的意思是在周期表裡頭同一個位置 我們翻的話是同一個位置 那當然在原子裡頭就是說 它的中子數 直子數相同 中子數不同的 這叫做同位數 就像右235 右238 我們說右 實際上就是原子序是92了 代表意思就是右 就是92 92這個符號 就是右 OK 然後235 238 實際上是質量數 那相當的等於中子數不同 OK 這就是我們怎麼樣描述一個原子的結構 這個就是中子數 講錯了 直子數也是電子數 然後這個是中子數加直子數 OK 到這裡我們說原子有原子和模型 那我們原子和模型的表示 好 我們休息一下吧 然後2.4 2.5 2.6 我們也會拉很快 然後大概又其他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化合物的秘密 我們休息一下10分鐘